又是胡吃海珂的一天 来吃香菜 香菜馆 就是这个店名了 门口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非常的不错口味 大家可以来试试 所以在泰国喜欢吃中餐 又喜欢吃香菜的小伙伴们 有福了 这个就是老板 好久没有吃香菜了 现在这边又新开了一家 中国人开的香菜馆 叫辣喵 大家可以在谷歌地图上面搜一下 心心念念的辣子鸡 好久没有吃过辣子鸡了 这个辣子鸡好不正宗啊 麻辣香锅 这个东西已经想了很久了 反正我在家感觉是做不出来 不过现在有了这家店以后可以经常来吃了 这个臭豆腐心心念念的很久 老板说都是自己做的 从磨豆腐开始 全部是纯天然无天家 自己亲手做的 我们来试试 嗯 哎呀 哇 这个烧焦皮蛋 也是我心心念念很久了 好吃 哎呀这个口味好正宗啊 好不好吃就看光盘啊 全部光盘 好安 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啊 拜拜